琪琪铺任达华很快复工宣传电影,与女儿争着为老公下厨,现在的人达华正在家里休养,今天老婆琪琪就出席活动回答了老公的近况,原来在家里她和女儿争着为老公下厨,还透露任达华很快复工宣传电影,今天琪琪出席活动就首次在公开场合谈到老公的受伤情况,她表示老公康复进度很好,不过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才能复工。 琪琪就称老公更多时间是看电影和看书,而且还有他们母女俩陪在身边所以不会闷,琪琪自曝为了照顾老公,她刻意学做菜,现在经常煮花椒给老公补身,为了老公她把工作都推了很多,她还谈到得知老公受伤时的心情,据悉琪琪是最后一个知道老公受伤的。